鴻海集團2024的作帳行情 誰最有機會 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集的操款手之路 我是謝忠林 相信同學們都知道 股市裡有很多 似是而非的獨自款說 然而這其中 卻不包括每年每季 都有的作帳行情 話說每每到了季底 年底總會有新聞報導 某些公司因為作帳 讓行情股價噴飛 也讓不少熟悉門道的投資人 多了一筆額外的收入 隨著這集的上片時間 來到了2024年的9月初 同學們覺得今年年底 甚至這一季的季底 有哪些公司會不會作帳 這集中林就來拋磚領域 除了聊聊台股的作帳行情以外 還要跟同學們分享一間 我認為有機會被鴻海關注的子公司 那些有在關心股票操作和鴻海動向的同學們 就千萬不要錯過這集的內容喔 進入主題以前 一樣 請新同學幫我們還加訂閱 老同學幫我們點讚分享 一起用流量支持中林的頻道 老師想請問一下 作帳行情是一個怎樣的台股特色 基本上作帳行情是這樣的喔 其實市場上有行情喔 就怎麼樣 它就一定要有人買嘛 那作帳其實它是什麼 每季 甚至每半年年底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可以說是市場關注的一個話題喔 也就是它是有周期性的 那如果說到台灣的作帳 其實就是兩個莊家嘛 一個就是什麼 過去我們常聊的投信法人 那第二個就是這些公司的母集團 如果說我們以投信來說 作帳主要是為了什麼 拉抬基金的績效嘛 績效的數字是直接影響什麼 直接影響了基金經營的分紅 而且呢 你績效比較好 買的人會比較多嘛 你買的比較多的話 你自然手中有錢 你就可以做什麼樣 你就可以做更大部位的投資嘛 那對於集團公司來說 雖然說拉抬股價沒有直接分紅的好處 但是呢 漂亮的股價也可以起到什麼 美化公司財報的效益 也因此 也被視為各大集團的 KPI指標之一 就是財務長的KPI指標之一 當然 有人坐莊可能還不夠 他還要什麼 有其他的投資人去抬轎嘛 既然要讓市場願意買單的話 兩個關鍵因素絕對是不可少的 一個是 這個標底這個公司 他必須要怎麼樣 他必須要讓人家想像的空間 所以他一定要什麼 他有未來趨勢的題材 就是他有話題性要題材 甚至報紙上 家家界你都會稍微寫一下 第二個就是什麼 他的數字要交到出來 就是穩定成長的營運數字 你數字交不出來 你很難去說服投資人 就是你有題材沒關係 後面起碼你數字要稍微好看一點 所以就是 你用數字再去強化題材實現的機會 讓更多人相信 那一直以來 我相信我們也分享了很多關鍵的行情跟議題 然而定期收看節目的老同學們 一定都知道 在過去的兩年裡面 我不是講AI就在講什麼 就是講AI的一些相關股 AI的路上的一些股票 以超判手這個節目來說 我們已經從最上有的半導體中間的零組件 一條龍講到什麼 講到最下面的一頁美食代工廠 所以如果說你要說什麼議題的話 最有機會 可以推動年底作戰行情 應該是什麼 其實這樣看來看去 比如說我現在錄影的時間點 在拉COAS拉光通訊 這些都跟什麼有關係 還是一樣跟半導體跟AI最有關係 所以看來看去也是AI最有機會 那這裡面 又以鴻海集團基本上具有代表性 同學你知道為什麼嗎 兩個原因 第一個 就是鴻家軍他本來就有集團作戰的傳統 第二個 鴻海代工全球最多的AI伺服器 現在手中除了有實在的訂單以外 重點是 在符合客戶驗收的標準之下 只要鴻海將手中的訂單 適當的安排給旗下的子公司 那這些公司不只會有AI的面子 他還會有什麼 他還會有營收的禮職 市場更有機會買單 所以我認為在講作戰行情跟AI議題的時候 鴻海就是同學們重點關注的集團 這樣說起來小編就要幫同學們問問 老師到底是看好鴻海旗下哪間公司啊 其實如果說從整個泛鴻海的概念股來看 答案應該算明顯 畢竟你要跟AI的業務有關 除了鴻海本身以外 要不然就是 做PCB的龍頭真頂嘛 然後還有什麼 網通廠的相關子公司 那這集我們要跟大家同學們分享的公司就是 他有著 網通底子的 健翰 我知道 對很多老同學來說 雖然健翰在2005年就加入了鴻海集團 但是呢 公司 一直不怎麼出名 原因是健翰相比其他的同業 其實不論在他的產品還是技術方面 基本上他並沒有特別的突出 雖然說健翰過去一度搭配母公司鴻海 以及關係公司的台樣 切入了一些低軌衛星的題材 但是他的產品其實他一直怎麼樣 他一直沒有辦法說放出大量放出生產 那公司的營運也在2015年之後 基本上 不怎麼樣 一路走下坡 那到2022年跟2023的兩個季度裡面 他甚至 那個營運的績效都是虧損 甚至在法人 之前的報告 之前報告都寫 說健翰的首要目標應該是要先改善管理的 重整 然後呢 可能要等到一些什麼新品認證 甚至開始量產 他才會重回成長 照理來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公司其實不符合什麼 不符合前面我們說的兩大關鍵因素 但是 同學有沒有想到過 他最近的股價好像蠻強的 甚至8月5號 8月2號那時候是不是崩盤對不對 崩盤之後開始反彈 反彈你有沒有發覺 他反彈的力度蠻強的 反彈力度蠻強的話 彈到前波的高點位置 已經有點V轉 如果這樣的話 股票反應一定是反應一個 可能你現在不知道的東西 那這個不知道的東西可能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說 洪海之前是不是有 新聞有說到 他獨佔了什麼 回答AI伺服器 這NVL 交換器的模組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市場上就有傳出說 他接到這個之後 洪家軍裡面到底誰在做交換器 其實洪家軍裡面做交換器的就一家 叫什麼 叫劍漢 所以洪海接到之後單子丟給誰 基本上就丟給劍漢 所以呢甚至什麼呀 甚至像微軟 微軟是不是也有訂購 GP200的伺服器 那這個GP200伺服器的話 其實好像有傳出 劍漢也是什麼 第二供應商 所以其實市場上本來就有一些什麼 小作文 當然這個可能 大家都有聽到 但是呢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 不論在講伺服器的交換器 或是說水冷板 都講到說什麼 劍漢產能不足的問題 並且 說出 從去年開始 他就在什麼 在越南大破廠 有件事就很巧合 就是什麼 國泰期貨在7月初的報告就寫到 他說劍漢為了迎接更多元的產品線 從2023年開始 就年底開始 不只完成越南北江省的構地 同時在同年的10月開始蓋新產 所以你看這個計劃 2024的第四季完工 所以就是2025的第一季偷產 那所以你看這個計劃有沒有非常的貼近 GP200的這個系列 GP200他也說 2024的第四季開始小量出 2025的第一季開始放量出 所以這個進度怎麼樣 進度是非常的貼合 所以在新產進度明確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 相當值得同學們 持續的追蹤觀察 因為即使AI的訂單難變真假 但是 擴新產是真的 而上集我們也跟同學們提到 如果一間公司敢花大錢擴廠 那他肯定是有看到什麼東西 甚至手中 有確定有什麼訂單 那過去建漢的技術優勢 是將雲端和軟體虛擬化的功能 應用在網通產品上 近年公司積極的鎖定中小企業的市場 努力的朝白牌和貼牌的一些相對高毛利的方向做佈局 就連今年的主要成長動能 也來自企業的用戶端 讓建漢在今年 基本上 他第二季已經轉虧為贏了 如果說後面有穩定數字的 營運的話 其實是非常具有想像空間的 也就是說 健看是非常有機會 成為今年 鴻海集團作帳的對象 當然 Totchamp如果覺得 除了健看以外 鴻海集團還有哪些公司值得被注意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 留言討論 最好一點 一樣分享給同學們知道 我相信我們常常用反的籌碼變化來 作為觀察市場的重要依據 但是市場上有些大咖也是我們重要的觀察對象 我們簡單說有一個 F的 大戶 F大戶 他也有在關注什麼 他也有在關注建漢 目前 目前也是他的大股東 這一點 同學們 你也可以自己去做 觀察跟 留意 好了那這集的內容 大致就到這邊 4個重點整理給大家 第一個 隨著時序 進入到9月 每年年底的作戰行情 就是同學們該留心的議題 今年中林認為 與AI相關 甚至那些貼近 輝達GB200的供應鏈 是最有機會被作戰 第二個 鴻海身為全球EMS廠的龍頭 不只集團下的 子公司非常多 他也擁有龐大的AI訂單 如何妥善的利用手中的訂單拉台 造福旗下的一些子公司 相信應該是 今年鴻海 順利作戰的好資源 第三個 網通廠建漢 過去雖然身為 鴻海集團的議員 但是 在長期的產品技術方面 其實他明顯的落後一線通業 但是根據我們目前手中的最新資料顯示 除了母公司有意將GB200的相關訂單交給經安處理以外 越南的新廠更會在明年量產 因此值得同學們持續的追蹤觀察 除了 外資這邊有在關注以外 市場有大戶 比如說我們剛說的F開頭的大戶 他也有在關注 這裡也提供給同學們做參考 當然 中林也會持續分享更多的關鍵行情 所以新同學一定幫我們來下訂閱 老同學幫我們點贊分享 以及用流量支持我們頻道 那麼感謝同學們這集的收看 我是謝中林 下週團時間 我們再會 拜拜 華冠投顧 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盡管投顧新字第015號 市場公司